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四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代表团访台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前参议员陶德或者叫多德 应总统拜登的要求以非官方性质率访台 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表示 所谓的官方和非官方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幌子 他还表示解放军在台海有军事演习行动 释放的信号就是我们遏制台独 遏制美台勾连的决心 不光是嘴上说说 应美国总统拜登的要求 陶德今天率团以非官方性质访问台湾 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马晓光在回答相关问题时重申 中国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美官方交往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是有承诺的 希望他们严肃认真的履行承诺 不要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有媒体追问陶德是以非官方形式访谈 而马晓光则说所谓官方非官方只不过是骗人之幌子 他还表示台美之间的任何接触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是一部分的事实 另外从四月三日以来 解放军连续十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十二日有二十五架次进入 是历史单日新高 而马晓光今天表示 有关军事演习行动释放的信号就是遏制台美勾连 不光是嘴上说说 他还表示中国大陆方面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就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而媒体继续追问大陆方面是否担忧 频繁军事行动影响台湾民众观感 马晓光当时回答说庆父不死 掳难未夷 台独是对台海和平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对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最大威胁 并且说遏制台独完全不必有什么疑虑 马晓光又表示改善两岸关系并不难 只要民进党当局放弃台独立场 停止台独活动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来 两岸关系就会春暖花开 另外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陶德搭乘的专机在今天当地时间下午三时许抵达松山机场 而当时外交部长吴兆燮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等人前往街机 此外随行还有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 以及前国务卿史坦伯格等 根据现场画面访团成员下机后 分别与他们肘碰肘打招呼 并一同向镜头挥手致意 拜登总统曾经说陶德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在二0二0年大选中请陶德协助确认副总统人选 两人交集十分好 而阿米塔吉和史坦伯格分别在小布什总统 以及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 共和民主两党都有代表 也曾多次访台 陶德一行人此次访台除了政治意涵之外 入境检验程序也成为关注焦点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上午告诉记者 按照相关规定国际官员访台 比去年访台美国前卫生部长阿扎尔的外交泡泡模式 以同样方式进行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三人将在十五日会见总统蔡英文 还将与台湾的国安外交以及国防高层会面 访团预计停留至十六日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美国正在敦促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中国在印太地区侵略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发表支持台湾的联合声明 即使他将在周五成为首位会见美国总统拜登的外国领导人 菅义伟将访问白宫参加一次峰会 而这一次峰会将强调美日同盟对于拜登与盟友合作对抗 北京战略重要性 根据司令之前是透露 美国希望在领导人将发表的声明中提及台湾问题 而上一次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的日美领导人是一九六九年的佐藤和尼克松 随着中国急剧扩大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台湾已成越来越危险的热点 北京方面在周一派出了二十五架战斗机轰炸机 还有其他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入侵 金融时报引述美国高级官员上个月的说法说 拜登政府担心中国正在考虑夺取台湾控制权 而北京方面则一直声称台湾是其主权领土 白宫希望加强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 以及他们的日本同行最近向中国发出的强力信息 四位官员当时在东京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根据两位之前是透露日本官员对于菅义委是否应该就台湾问题发表评论存在分歧 有一位人士表示日本有人认为 最近的双篇声明已经向中国发出了信息 在拜登和菅义委层面重复只会让北京与之对立 另外一些人则强调日本必须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 东京对台湾做出承诺的国家安全影响持谨慎态度 希望避免与北京发生直接对抗 毕竟日本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即使两国一直在争夺有争议的一些领土 金融时报还引述白宫亚洲最高官员坎贝尔 说他是会谈的牵头人 一直在与日本代表进行急速讨论 包括上周旋风式的访问东京期间 白宫拒绝就与日本的谈判状况发表评论 日本外务省则表示峰会后的声明仍在讨论中 日本高级官员拒绝接受东京不愿意提及台湾的说法 而根据布鲁钦斯学会智库日本问题专家的说法 菅义温很有可能会回应最新声明 他表示如果没有用类似的语言根据 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不这样做 我不认为他们想制造疑虑 他补充表示东京也担心会破坏几年前与北京开始的精心策划的和解 而专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展现统一战线对于日本而言至关重要 不仅中国会听到这样的信号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会听到 同时他们需要美国对该地区承诺的保证 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熟悉情况的人士表示 白宫也在鼓励菅义伟就日韩关系发表评论 这对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因为历史争端而紧张 美国希望东京和首尔修复关系 以帮助解决朝鲜等问题 日本协会的负责人则表示 美国希望日本共公开地表达他私下里表达的对于台湾北京的看法 拜登要求采取更加明确更加公开的态度 与我们从东京听到的私下强硬路线形成对比 但是日本方面在公开场合保持克制 不想在奥运或者是贸易问题上摇摆不定 随着最近几个月中国加强了军事行动 对于台湾的担忧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东京的紧缺感在增加 美中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引来日本的关切 而日本与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没有澄清是否会保护在出现军事情况下受到攻击的台湾 这种政策被称为战略模糊 目的是阻止中国的军事行动降低台北宣布独立的几率等 而最近被问及美国是否会保护台湾时 布林肯则表态说任何人试图以武力改变有关现状都将是严重错误 国务院此前改变了指导方针 使得美国官员更容易与台湾同行会面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 北京在周一警告美国不要玩火 并立即停止与台湾的官方接触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 文章认为中国对自己未来的发展轨迹到底是否有信心 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的 上个月中国年度立法会期间 东方崛起西方衰落或者叫做东升西降 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关注的中心 西方媒体广泛引用这句话 称其为北京对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必然性的自信 有人甚至说这是北京的狂妄 习近平在今年的讲话中表示 时间和势头都在我们这一边 中国媒体还有网民对于中国外交团队 在最近阿拉斯加会谈中对于拜登政府官员说话态度强硬 做法大家赞赏 但是文章认为中国的现实往往比表面上的情况复杂得多 习近平在控制了中国国内疫情 拉开了经济复苏序目 并在危机中取得了消除绝对贫困的所谓完全胜利之后 似乎重获自信 但是这种信心也被谨慎的言辞和深深的不安全感所缓和 而在习近平执政的早期并没有看到这一些不安之言论 文章介绍这种谨慎的信息态度可能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在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的愿望 党内精英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 甚至强硬派也意识到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实质性弱点 北京的信心是有前提的 作者写道中国的精英政治是一个黑匣子 但是关键政治声明的措辞可以提供重要线索 作者表示与民主国家政治沟通的直接性质不同 在北京政治家们争相发言 而信号往往被编码成细微的语言差别 在西方人那里听来可能是空洞的 但是中国地方官员仍然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解读来自高层的微妙信息 在一月份为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所提供的听证词中 作者比较了二零一五年和二零二零年的通报 寻求中共自我评估的线索 并分析揭示在习近平任内领导层对自身机遇和威胁的认识是如何变化的 所谓的全会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年度大会 五中全会专门批准下一年颁布的五年计划草案 二零二零年的五中全会公报浓缩了二零二一年三月 人大批准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要点 而二零一五年的公报则预告了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零年的计划 在作者看来重要的信息隐藏在党内讲话的自理行间 首先仔细阅读这些公报可以发现共产党对其定义挑战的诊断发生了变化 二零一五年领导层认为经济放款是中国最大的威胁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的公报中却没有提到这一点 相反二零二零年的首要关切变成了大流行病有四次提到 还有复杂的国际形势有三次提到 这里指的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 其次二零二零年的公报指出机遇挑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党引入了一个心词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还有另外一个心词国家的相对力量正在发生变化 文章认为这反映了领导层的情绪 通过疫情压力测试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执政党对二零二零年似乎比五年前更有信心 但是第三个观察是习近平的领导层同时表示了谨慎和克制 除了强调决定性的外部挑战之外 二零二零年的公报还专门用了整整一个段落 来列举中国国内的局限性 这在二零一五年的公报中是没有的 局限包括不平等问题严重 创新能力达不到高质量发展的标准 民生和社会管理方面仍有差距等 文章认为习近平以自己名义发表的二零二零年公报解释 或者后续评论中表示 我们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仍然是党的第一要务 西方观察者可能会把发展中国家的说法当作中国领导人推卸全球责任的借口 当中国人与外国人谈判时这可能是真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实际是在向国内听众承认不足和软弱 这对中国现任掌舵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他偏爱有关于中国伟大复兴和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 伴有戒备感的自信感伴随着对于安全的压倒性强调 二零二零年的公报中安全被提及二十二次 比高质量发展十六次创新十五次和改革十七次提及的次数还要多 作者发现二零一五年的公报中安全只出现了十三次 习近平在解释中亲自重申了这样的信息 他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文章作者认为这说明习近平个人的不安全感有着深层地运 胜过党内的很多重点工作 最后作者写道汉语是一种高语境语言 表达的含义会因听众语境和附带的评论有很大不同 这种细微的差别使得在解释东方崛起西方衰落 这样的说法是必须要有完整的语境 最后作者说习近平政权自我感觉良好 更重要的是想让中国人民相信 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人民是有信心的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和聆听领导层的话 他们的自信是十分谨慎的 党的领导人知道中国距离世界第一强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经济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领导层将防范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视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规矩 意味着计划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 化解债务炸弹 这样的要求是在国务院周二有关于预算改革管理通知中所发布的 这要求是国务院周二有关于预算管理改革的通知中所发布的 通知要规范政府支出并把防范风险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作为政治承诺的一部分如果发现地方干部任期内举债有问题将追究其责任 通知表示我们必须妥善管理现有的债务问题 并且需要避免产生新的隐性负债 在去年中国整体债务率扩大了七点三个百分点 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 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是百分之二十 地方政府的债务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点六 西北的青海和西南的贵州是仅有两个债务率超过国际警戒线百分之六十的省份 分别记录为百分之八十一点七和百分之六十一点六 人们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是被低估了 原因是有相当多的债务深埋在国有企业融资工具和公司合营项目中 财政部在二零一八年对于预算外政府债务进行了调查 并下令不得在当年的基础上再增加 但实际水平从未对公开披露 市场分析人士的共识是 这远远大于二月底二十六万亿人民币的工人数额 在新的通知中国务院禁止未经批准通过企业和金融机构向地方借款 同时融资工具现在被禁止向地方政府提供资金 而陷入困境的融资工具则可能被重组甚至清算 在国务院通知中表示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近期与远期目标 严禁不切实际的承诺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通告还表示将用公共资金资助的重点项目或投资项目 也要进行财政耐力评估 则令地方政府制定中长期财政预算计划 债务很大程度上是二零八年为了对抗全球金融危机而启动的四万亿次级政策措施 所带来的长达十余年的投资动力后果 政府已经降低了今年的财政赤字率 压缩了一般性支出以突出财政问题的可持续麻烦 以突出财政问题的严峻性 而中央政府明确表示不会救助因为债务而导致地方财政问题 现在出台一系列参数主要涉及负债率强制去风险的标准 根据中台证券的估算 作为衡量偿还能力的指标 未偿还显性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 在去年全国是百分之九十七 二零二一年很有可能超过百分之一百的警戒线 在中国三十一个省和直辖市中 已经有十七个拉响了预警警报 其中天津去年的比例已达到百分之一百八十三点五 而许多人提出解决资金缺口需要更多的税收收入 最终进入地方财政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新疆有关的消息 卢比奥议员和库恩斯议员提出法案 给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害的维吾尔族人优先难民身份 根据卢比奥议员网站所发布公告 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与克里斯库恩斯一起提出了维吾尔族人权保护法 这是一项两党合作的法案 将允许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害 并成为种族灭绝目标的维吾尔族人 有资格在美国优先处理难民开辟道路 维吾尔族人权保护法将使得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成员更容易申请在美国定居 并鼓励盟友和合作伙伴实施类似的政策 维吾尔族人人权保护法的出台是在参议员带领两党同事 敦促国务卿布林肯采取更多措施 帮助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之后所出台的 此外在上个月库恩斯和卢比奥又提出了一项决议 谴责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待遇 并呼吁对那里的犯罪进行国际调查 美国众议院德企还有巴拉特也在众议院提出了类似的立法 卢比奥议员表示由于中国共产党犯下了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因此急需采取措施紧急结束暴行 并帮过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面临迫害的人 他表示我很自豪能够和库恩斯议员一起提出这一项法案 让维吾尔族人有资格优先获得难民身份 而库恩斯议员则表示 美国必须公开继续反对中国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 也必须为维吾尔族人和所有因为宗教和民族身份 而面临迫害的人提供保证和保护 库恩斯议员表示为了更有效的与中国竞争 我们必须加强自己 包括通过实践我们的价值观 欢迎那些被不公正的关押在新疆 或被迫逃离新疆的人来到美国 再为您快速关注到的是其他有关新闻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北京与马云的互联网帝国之间的可能休战轮廓已开始形成 阿里巴巴的表现明显好于其金融科技部门蚂蚁集团 对于马云公司的打击 是中国科技行业受到冲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监管机构本周召集了三十四家行业领袖 并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停止反竞争行为 而专家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本周透露的要求 比之前担心的更多阻碍蚂蚁借贷业务的发展 并给投资者带来实质性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 尽管蚂蚁的整改计划比预期的要更加繁重 但是事情仍然要解决了 分析师表示蚂蚁可能需要筹集高达两千亿人民币的资金 以遵守所有的规定 而二十八亿美元的罚款比拆分仍要好得多 国泰军的分析师则表示 大多数人预测在蚂蚁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之后 蚂蚁的估值只会达到最高水平的三分之一 公告是好的事情要解决了 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阿里前高管说 再让我您关注到的是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香港警方正在制定筛选公职候选人的规程 这是北京全面改革本地选举制度的一部分 保安局长表示国家安全警察在审查候选人方面广泛的新权力 并不违背该部队的政治中立性 他认为制度旨在淘汰所谓的叛徒 使得香港能够蓬勃发展 而不是将政府的时间浪费在处理立法混乱和破坏活动上 他表示警方的政治中立意味着我们执法师不会看你是哪个党派的人 也不会看你持有什么样的政治理念 只看你是否触犯了任何法律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 四十八岁的李波时隔三年出任央行副行长 他曾经担任重庆副市长 此前华尔街网报引述来自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 向您介绍李波在离开人民银行系统部组三年之后 辞任了重庆市副市长又回归央行出任副行长 根据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官网领导欄显示 二零二一年四月李波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而在出任央行副行长之前 他曾经担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和党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二零一六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张涛任职将在今年七月到期 而根据中国媒体财新引述熟悉情况的人士分析 如果张涛到七月底从IMF离任 中国应当会正式推荐一位新的候选人 随着李波回归央行出任副行长市场也关注接替张涛的人选